85. 明報 各股難選買股票型基金應對三大鄉行選不同基金 2015年7月22日每日理財B06基金特區為液揚今年全球最受關注的三大金融機構 莫過於聯儲局、歐陽行與中國人民銀行 此三者分化的貨幣政策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柴球市場的表現 面對不明朗的市場前景,再難於選擇個股的情下 基金投資不失為一個捕捉股票市場機遇的方法 近期有不同機構大行推出幾隻不同投資策略與地區的新基金 以應對市場變化 對於2015年的資產配置,市場普遍看好股票多於債券及其他類別資產 而若要配置環球資產,往往會因不熟悉地區而難以準確把握有價值的股份 匯豐近期將要推出的環球股票股息基金 通過結合賺取股息、兼顧資本增值以及控制風險三大因素為投資者提供回報 而背來得也順勢推出了關注歐洲市場的股息基金 匯豐退歐美新基金主打收息匯豐環球投資管理 已發展市場股票部主管兼基金經理Angus Parker表示 股票收益策略的目標是同時注重股息及資本增值 目前較基準指數所有國家世界指數 小幅減持美股與亞洲除日本地區 同時小幅增持歐洲市場 Parker表示,基金目標為投資者帶來相較基準指數高出10%至20%的股息回報率 後者截止今年6月30日的股息率為2.47% 香港,總經理黃展威表示,低息環境下,投資者若選擇派息基金 需留心一些高息股在股價上漲時是否依然能夠保證派到高息 若是6至7例息甚至有機會從本金中派出 即便上減少了投資者的投資本金 相反三厘至四厘的派息則加為合理 但他亦指出,現時美股股值不廉 投資者可考慮分散風險 建議增持股值低廉的中港及南韓市場 留意保證或有陷阱與匯豐相約 貝萊德已於本月初在香港推出貝萊德歐洲股票入息基金 該基金2010年縣紐交所掛牌 過去三個月的平均年息率A6歐元類別為3.7% 貝萊德歐洲股票團隊基金經理經理Andreas Zollinger表示 債務成本下降,量化寬鬆擴大,歐元貶值以及油價下跌均位及歐洲股票 而歐洲企業盈利重拾增長亦乃復甦關鍵 香港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則表示 自己最近都有投資歐股,特別是德國 因部分企業盈利不錯且股值因希臘問題有所下調股便得較為吸引 而美股值將於明年迎來大選年 譚紹興表示,觀察歷史紀錄,股市於大選年都會較為平穩 故他建議可在今年年末出現匯條市入市 他亦提到,若選擇派息基金,可考慮擁有股息再投資策略的基金 因其長遠來看可提升投資回報 除了歐美地區,眼下最火夜的話題莫過於 股市場的陰情變化,有大行於早前 股份力上漲時推出投資 人民幣基金,上頭摩根於今年2月上旬設立人民幣中國 股焦點基金,將至少七成資產投於內地 股市場基金一度在6月初取得62.9%的總回報 但由於此後受大盤或鐵路牽連,基金正值以從最高峰時的202.441元人民幣減至上週五的151.758元人民幣 另外,中銀香港亦於6月上旬推出全天候人民幣在岸股票基金 以深正綜合指數為基準,集中投資於深A股成份股,為其略顯生不奉事 一經推出便租與市場恐慌性下挫 Morning Store 數據顯示,基金過去一個月回報為負31.34% 以過去一週則綠得8.92%的正回報 對於投資A股基金,王展威則表示A股目前不直播,潛力不大 A股波動大內地基金風險高王展威表示,內地股市波動較大 且對中央救市效果表示悲觀,認為目前釋放的資金不足以推動市場 中期不看好所謂的4500點關口 而對於即將通過基金會應南下的A股基金,他表示 中港兩地A股基金玩法大不同,香港主要有外資管理,注重基本面 而內地A股基金經理重視基金表現,雖然往事賺多,但回調時亦有機會大跌 譚紹興則認為,內地基金若要在香港市場取勝,除非有香港買不到的特別產品 或是依靠較低的收費,他亦強調,若香港投資者認購內地基金 需留意其監管制度,特別是基金是否能夠順利贖回 而他表示,內地目前放鬆銀金,會令債市受益 投資者可關注債券基金,威逆陽明報基者